观众朋友大家好 上一讲我们向大家介绍了唐代的欧阳巡 于世南 楚水梁 以及颜真卿的几块著名的楷书 悲客的用笔和结构的特点 以及临席的要领 今天我们继续向大家介绍大凯的临摹以及书写要领 首先我们在前面几讲中介绍凯书类型里对大凯已经做了介绍 那么现在我们主要是针对一些大凯的一些书写要领 以及临摹学习的方法进行一下介绍 大凯应该说是要注意一个赞姿来写的问题 也就是要站起来写 这个关于书写姿势呢 我们已经也做过示范和演示 下面我们结合着临摹学习 向大家介绍不同时期的一些大凯和绑书的临摹 首先我们先看一下北魏时期 是吧 就是南北朝 尤其是北魏和北齐时期的一些大字 我们有一个著名的一块碑叫石门铭 现在这块铭呢 实际上是刻在一个磨牙上的 在陕西的汉中 字呢写的是开章 由于是刻在磨牙上的 它不像人工打磨好的石碑比较平 无论是书写条件和眷刻的条件都比较困难 所以字呢随着石碑和磨牙的这个抖式来写 所以这个字我们从图例上看 一个是结构比较开章 再一个保持了一些历书的笔意 现在我们从中挑取一个开始的史字 进行一下临摹 在写这个字 这个字的时候大家要注意 首先这个字的提案不是非常明显 而且笔画呢带一些历书的笔意 这是关于石门铭的灵写方法 下面我们再看北齐时候著名的一个 也是刻在石头上的大字 就是泰山金石玉 有个金刚经 这个字呢现在大概还保留了有一千多字 每个字大小呢都是在一尺半以上 最宽的有的将近到两尺半 我们选出的一个例子 这个题字来看一下 和刚才我们看到的石门铭 都有一些相似的地方 也就是说他们的笔画啊 没有明显的提案 也就是说粗细呢也是比较均匀的 这是它这个特点 同时我们看到它的钠画和它的钩画也不明显 钠角不明显 钩也不明显 而且整个这个字的形状呢又偏扁 还是很多的地方都像历书 所以应该说这个字它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凯书 也不是历书 叫绑书 我看还可以 因为它字性很大 下面我们也进行一下零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临袭的过程中也要注意一些问题 除了我们刚才分析到的 用笔的那角勾 还有横画 还有折画的转折处都要注意 要用笔比较平缓 我们再介绍一个北齐时期的文殊般若经碑 这个也是一个摩崖史书法 在山东的宁阳县 因为它是刻在一个采石场的一块山崖上的 我们从中间选出一个云字 从分析笔画来看 首先我们看它底下这个丝字的写法 它就是明显的隶书写法 大家看这个撇折 先写出撇 然后再写出一条 它这不是一笔写下来 而是分成两笔来写 这就是典型的隶书写法 而且它这个字也是字体都很扁 取横扁式 笔画也是很粗壮 看不到明显的提案 跟它在一起还有一块碑 也是叫文殊般若经碑 大家可以看这个图板 这个是刻在一块碑上的 我们从中间挑出一个字 无来看一下 它和云的写法都很相似 大家看 第一横画比较平 也像隶书的写法 撇画有点像楷书写法 而树弯钩 大家看最后这个钩不明显 还保留了隶书燕尾的形状 这个是关于文殊般若经碑 两个碑的大字的情况 我们也临席一下 用下来的说明显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们说有的可以叫做绑书 有的叫磨牙书 磨牙体 这都是属于字境比较大的字 下面我们介绍一下唐时期的大楷 首先说到唐代的大楷 应该先说是严真卿 严真卿的大楷 在前面几讲 我们已经都介绍过 他的大楷作品 主要有那么几块著名的 包括像 《严秦礼碑》 《东方作画战碑》 《仙于世离堆记》 《逍遥游》 还有《大唐中兴颂》 等等等等 这个严真卿的大楷 是后人学习大楷的 一个主要范本 严书它有总体特征 是雄伟 壮健 宽薄 特别适合于提携 匾额 门牌 尤其是这个大字 具有非常深厚的那种庙堂气 现在我们先看 严真卿的大楷 《东方作画战》 这个我们曾经介绍过 这个图 大家可以看出 这个图里头 另外一张图板 这个图板也是《东方作画战》 但是这个 两个图相比较 这个字显得更加粗壮 笔画更加浑厚 这个字的用笔 丰厚 同时 又是采用 远笔 藏锋 笔式也是很开张的 姿态 一是平整 二是又是稳重 虽然字稍稍有点长 但是呢 整个的气势 还是很有大气磅礴的意思 下面我们再看一个 严真卿 这个写的 《仙渝式离堆记》 大家看图板 这块图板 曾经介绍过 那么这 在同时 它还有 另外一个榻片上 也是这几个字 虽然字不多了 现在据说还剩下四十多个字 从这些字 我们看到 它和这个 《东方作画战》 还是有点区别的 但是都写得非常浑厚 饱满 大气磅礴 我们根据这两块碑的书法特点 下面试着归纳一下 我们做一下临摹的分析 首先我们说 这个掩体大楷的特点是 点画肥状厚实 偏向于圆 我们看公字 写得多么厚实 这个笔画虽然少 但是非常的厚 显得很有力度 这是它的一个特点 下面我们临席一下 下面我们临席一下 刚才我们说的弓 这是第一个特点 点画肥厚 而且很壮实 再一个我们再看 笔画一般 解体都比较平稳 它平稳 观念是笔画的走向 也是属于比较平 我们可以看支 这个字里 支道的支 它虽然也是 左边一点低 右边一点高 但总体看 笔画还是接近于水平的 斜度不是很明显 而且在看笔画 它虽然是粗壮 但是也是有变化的 它不是一味的粗 这是我们在临席中 也应该予以注意 这是支道的支 我们再临写一下 1点 2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们再看第三个特点 过去曾经讲掩体是属于外拓形的 就是说它的结构又像一个鼓 两边有点往外鼓 而欧字又像一个桶 这个又往里收 这是从欧字和盐字的形态上来说的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这个掩体 我们看一个林这个字例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作为左半部的臣字 这一竖 确实是有点像外鼓的这种感觉 而且这边最右边的口字 和这个一点一横字 也是构成了一个向外突出的感觉 这个是在写盐字大楷的时候 应该注意的地方 下面我们也是临席一下 这边是从欧字中的感觉 这边是在写盐字大楷的形独 但是这边是在写盐的时候 这边是在写盐的 这边在写盐的时候 这边是在写盐的时候 这边是在写盐的时候 这边是写盐的 这边是在写盐的时候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这个多宝塔碑我们曾经说过是横系竖粗 而我们看到掩体的大楷 它的粗细基本上都差不多 没有明显的那种横系竖粗的情况 这也是学习写大楷时候要注意的 这是我们分析的这个掩体大楷的 用笔上的一些特点 刚才说到的笔画粗细变化不大 我们也临写一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下面我们针对它的结构上的特点 也进行一下分析 首先我们先说 由于言字总体感觉是宽薄稳重 所以应该说它中间字的结构 中心是比较松的 而边缘两边的字呢 两边的笔画呢相对的要收敛 我们在讲这个楷书结构的基本原则的时候 曾经说过的那么一句话 就叫中心紧密收拢 四肢伸展 那是针对这个中楷啊小楷啊 或者是以欧字余字处字为主的 但是作为言体字 它这一点 就是说它中心反到开阔 反到苏朗 而四肢 所谓的就是四周的笔画 倒是收缩 这是它的一个特点 下面我们看一下例字 这个绒 看一下这个绒 这个绒字 现在看看 这上面两个火 和中间这个突宝盖 几乎是一样宽 按照以前的处理手法呢 肯定是要把这两个火 写的稍微窄一点 是吧 如果按照是上下 或者上中下结构来处理的话呢 是上面写的窄 中间写的最宽 下面写的稍微再宽一些 但是这个它的解体呢 整个看 我们就看到了 是吧 这个两个火和底下这个宝盖 以及这个慕斯 处理的 都是非常宽的 这个特点 我们也在灵犀中 要予以注意 好 好 按摩 最后我们还要注意一个问题 就是 言字 不管它是中楷 还是大楷 它每一个字都是尽量充满格来写 它和我们讲的欧字 甚至位碑楷书的某些字 布局是不一样的 因为它每个方格里这个字都写得 称得很满 所以它每个字和每个字之间的距离 每一行和每一行之间距离 就显得非常紧密了 我们看一下这个图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东方搜画站 大家可以看到 术公 全 家 兄 姿 川 司 这就是我们注意的一个问题 很重要的问题 这是我们注意的一个问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我们注意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